声声不息,嘉年华首期录制完毕,有14位常驻歌手,分别是汪素龙、周深、毛阿米、黄己山、韩红、宋亚轩、胡彦斌、古剧姬、陈楚生、孙楠、张琪、王心灵、玉可维、唐维维。 网友也给这14位常驻歌手进行各大音乐平台的粉丝统计。 最终,汪素龙在各大音乐平台的粉丝数量最多,统计的音乐平台包含酷狗、QQ、网易云,这三大主流音乐平台。 其中,汪素龙在QQ音乐上面的粉丝数量为1082万,在网易云上面的粉丝数量为516万,网易云370万,加在一起三个平台的粉丝总量是1968万。 汪素龙是几位内地歌手中最具才华的一位,懂创作并且歌曲流传度高。 虽然他不是什么前辈歌手,但是他的人气不可低估,在整个声声不息第三季节目中,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位。 粉丝数量排名第二位的是周深。三大平台合集粉丝数量为1596万。 周深是这次神神不息节目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位内地歌手。 他经常受邀参加各大晚会,并翻唱很多人的歌曲。 周深可以模仿各种声音,他的音色属于天籁之音,有特色,有特点,成为了周深杀手剑。 粉丝数量排名第三位的是宋亚轩。宋亚轩是一位非常有个人人气的团体偶像。 全平台粉丝量643万。 音乐方面暂不做评价,至少影流是可以吸引很多年轻的观众的。 后面的几位歌手的排名,胡彦斌全平台粉丝量378万。 古剧姬全平台粉丝量240万。 陈楚生全平台粉丝量218万。 孙楠全平台粉丝量164万。 张琪全平台粉丝量122万。 女歌手中,王兴林粉丝量最高。 全平台粉丝量431万。 郁可维全平台粉丝量369万。 韩红全平台粉丝量354万。 唐维维全平台粉丝量245万。 毛阿敏全平台粉丝量107万。 最后一名黄启山全平台粉丝量97万。 这一次14位歌手中,男歌手居多,女歌手比较少。 宝岛和香港的歌手少,内地歌手居多。 所以整体来看,王兴林和古剧机,就成为了宝岛和相关歌手代表。 两位的人气也是给节目引流的关键所在。 王兴林在浪解繁红后,事业以下突飞猛进。 很多情怀粉丝回归。 这一次首场就献上三首歌曲。 现场观众Bripo来看点燃了全场,并且唱功了得。 当然,歌手的平台粉丝数量不能代表一切。 毕竟很多年纪大的观众是不会在音乐平台粉歌手的。 所以,很多前辈歌手还是有很多的观众员。 你们看完这14位歌手的数据,更期待哪位歌手在深深不惜舞台上的表现呢?